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不服氣向台北市勞動局投訴 去年10月該銀行被罰款2萬新台幣 銀行認為職員濫用權利今年2月提出上訴 經過多次公開辯論 台北市勞動局今月宣布撤銷對銀行罰款 這場分價之亂引起外媒注意 美國《紐約時報》分析 與其他地區相比 台灣勞動法規定的分架是慷慨的 在地中海小國馬爾他 夫婦享有兩個工作日的分架 越南允許三日分架 自己的孩子結婚可以請一日假 在中國大陸請假的時間因地區而異 多數地區至少給三日假 而山西省則允許夫妻享受30日分架 在台灣申請分架 不對申請人私家限額 亦沒有限制員工休婚嫁的頻率 每次結婚時 該權利重新生效 即使對於反覆結婚的人都是這樣 外界質疑打工仔輕易轉分架政策漏洞 批評政府部門職員頭腦僵化 墨守成規 台北市勞動局局長陳信譽發聲明致歉 承認該局職員無法突破框架 未考慮銀行職員 誠信原則和權利濫用的問題 一直捐入有沒有真實結婚的黑洞 也未考慮連續密集結婚離婚 違反常規 最終導致社會嘩然 實際上 如果公眾男用勞工福利 而法律沒有進行監管 類似方堂事件將不斷上演